Hello 大家好 我是HK 其实本期视频本来想做这个小米13 Pro就是18天的 但搞得写一写就发现 好像关于产品占比的部分并不高 关于品牌线的东西反而很多 那我想想 干脆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小米这个品牌 我对小米的印象如何 我对小米高端之路目前的态度如何 小米在我眼里又是一个怎样的品牌 提前打个补丁 本期视频全程都是我的主观感受 是我从高中到现在使用并观察小米这么中间的一些看法 绝对主观 不介意的朋友们 我们继续 首先先说一下我对于智能手机行业这么老些品牌的整体观点 就是我能感知到不同品牌在大众消费者里的溢价差异 就比如说华为和苹果 那就是比你小米溢价更高 也不用不承认 再比如很多数码爱好者眼里 可能是安卓机皇的三星 现在在大众消费者里 那可能就是透明 甚至是负溢价 虽然这些现象我能感知到 但是我对于手机品牌真的不太在乎 也可能是我玩机比较多 我反正觉得就一手机 哪个好用我用哪个 在乎牌子的属实没必要 所以这期我也不会抓着小米溢价低这一点的一顿贬低 我认为没有意义 而我对小米今天的整体影响 就是这是一个能做出优秀产品的厂商 但不能算是高端品牌 我们慢慢说 就是小米一开始的起点 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中 你很难用高或者低来形容 小米在当年能做成 很大的原因是他换了个玩法 单看售价1999起 那确实不高 但小米除了在那个售价上给了不错的配置 更关键的是用了互联网思维去做硬件 让MIUI和小米手机的受众能得到的迅速扩张 这个思路有好有坏 不好的地方就是小米手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要抢购 缺货 被人吐槽耍猴 但这个思路客观上让小米很快起步 成长为一个有体量 有话语权的厂商 所以现在很多人吐槽小米起步低 溢价低 我觉得没有意义 因为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 小米如果不这么做 那很可能我们今天就不会再提起小米这个品牌了 而在这个起步阶段 小米其实也有做出过口碑很好 并且比较长寿的机型 比如小米2S 比如小米6 而且小米也做出过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 比如初代MIX 但这个阶段越往后就能够感受到小米做产品有点拧 它一方面越来越想做出好产品 做出设计更好 壁垒更高的产品 但另一方面 过去人们对于小米的期待还是性价比 小米在这个阶段卡了很久 两面不讨好 而小米10系列虽然是一个转折点 我知道这几年小米冲高端这个话题就被说烂了 但我觉得小米从来就不是在冲高端 而是想卖更贵的旗舰手机 我说这个话不是贬义 听我和你慢慢说 首先它选择冲高端的这个时间点就很奇怪 因为你在小米8或者小米9上完全看不到这个趋势 那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往回看 你会发现小米11小米12其实也很难算是优秀的高端产品 并且不光小米很多国产厂商选择冲高端 都是在华为受到严重制裁以后做出的决定 我和很多厂商的朋友聊过 其实他们内部也承认这个事 因为华为在被制裁之前 国内市场的扩张是非常可怕的 线上线下都在扩张 而且几乎没有人能阻止这个势头 那突然华为没办法再扩张了 并且份额在预期内还会明显下降 那你要是其他友商 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你是不是也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冲击高端呢 要知道华为空出来的 那可是千万步的高端市场 谁会不抢呢 但问题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时间点 智能手机行业还存在用几年时间 去冲击高端的可能性吗 大家会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因为每个行业发展到成熟期 巨头的地位是很难撼动的 想要撼动就一个选择 就是换赛道 就比如说在功能机时代 如果有厂商说我要做高端功能机 希望能打败动架 这件事现在来看就很可笑 那目前的智能手机时代呢 苹果就是王者 如果没有下一个全民智能社会出现 你是撼动不了苹果 在智能手机领域的王者地位的 同一赛道 行业成熟以后 巨头是几乎不可能被取代的 要知道 三星在国际上能做成高端起见 它背后的技术实力有多强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华为为了冲高端 当年投了那么多钱去做芯片 而且还被骂了很多年 这又有几家能说得了呢 所以我说小米冲高端 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冲高端 而是行业要求小米 去提升产品的均价 不止小米 现在基本都是这样 因为消费者换机周期来越长 智能手机行业的销量也明显下降 这个大盘会不会再变小 不好说 但它应该不会再出现 之前那种爆发式增长了 所以提升均价就很重要了 哪怕强如苹果 不也早就不公布具体销量 然后从iPhone X开始 均价相比以前 不又高了一截吗 我相信从小米10开始 大家伙对于小米旗舰的价格预期 那肯定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确实是高了一大截 对于小米这个改变呢 我认为整体来看还是成功的 因为之前的策略 小米很难做出产品力均衡的旗舰 小米很难做好影像 小米手机总会有一个地方是瘸腿的 那自从价格高了 虽然中间也遇到了供应链翻车 但总体来看 小米旗舰的产品力就是高了一大截 iPhone X8也能做了 2K屏幕也能用了 成像质量也变好了 拍照体验也跟上了 这些东西都是加钱才能够获得的 这也是为啥 我说小米是一个能做出好产品的品牌 那后半句 为啥我觉得小米依旧不是一个高端品牌呢 我们就不扯什么财报啊 品牌调性啥的 说到底就是反馈在这个产品上 它的壁垒还是不够多 如果其他品牌的影调 我更喜欢一点 我可能就不用小米了 如果高层又翻车了 我可能就换回苹果了 如果其他定制UI 也给我加一个什么AI回复电话 那我可能也就不用小米了 一方面 安卓阵营想做高端产品本来就更难 因为很多核心元器件 大家火用的都一样 其次呢 是小米的一些优势你会发现 要么是比较主观的喜好 要么是壁垒不太高的功能 那最近这半年呢 我从小米SRs Ultra 用到了小米13 再用到了小米13Pro 现在的小米手机 我用起来肯定很开心的 否则我不会用这么久 不过有没有可能突然有一天 我的主力机和备用机 就都不是小米了呢 也很有可能 那视频的最后 我再说一说对小米的期待吧 其实我对小米手机 最主要的期待呢 就是稳住 因为我发现过去这两三年吧 Oppo 那属于自己作的 但小米在面对供应链翻车时 能打的牌太少了 如果再加上内部有问题 那产品力和口碑很容易崩 这点就不太好 因为小米的品牌倚架 包括教育用户的能力 不行 你一出问题 消费者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会从你品牌身上找问题 所以小米 就只能是自己问题少一点 口碑才能好一点 那除了手机 我其实对于小米 汽车的期待值是很高的 就像我前面说的 不换赛道 你斗不过巨头 而新能源汽车 目前来看 确实是一个新赛道 尤其是在辅助驾驶 和全球震动化方面 不管看视频的各位承不承认 甚至是否反感 今天的汽车市场 和十年前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一条新赛道 小米虽然误局已经非常晚了 但如果真的能有所创新 那在这个领域的上限 绝对要比现在的智能手机行业高多 小米是一家土生土长的北京企业 一定杂根北京发展 为首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小米造车呢 在各位领导的高度关心 高度支持下 进展的超预期 最近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冬季测试 预计明天上半年量产 在这里呢 我表一下决心 一定把车造好 绝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那视频的最后 大家伙别忘了点赞评论一键三连 各位也可以在公屏上分享一下 如果让你用一个关键词 来形容小米这个品牌 那这个关键词 会是什么呢 OK 那本期视频的主题就是这么多 我是J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各位好运 拜拜 by bwd6 by bwd6